线,最简单的方法 极座标还记得吧,按右键 它极座标很好用的地方就是 它会可以很快产生你要的角度 所以我们用45度,对不对 好,那用画线 然后再找到什么呢 这个圆的中心点 那这个圆的中心点如果没有出现 请你一经过这个圆,它中心点就出来了 那中心点怎么样呢 45度出现,对不对 点一下 然后再折回来好了 再折回来 再折到哪一个呢 也是45度 因为它45度的倍数都会出现 然后225度,在这边再点一下 好,按空白线结束掉 那我们就可以产生什么 这个矩形的左下角跟右上角 这个时候我就会画出这个矩形 那这两条线就可以把它delete掉 选取之后按delete就不需要了 那里面的圆要怎么画呢 其实里面的圆一样嘛 因为它是跟这个圆是同心嘛 所以中心点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呢 往上碰到什么呢 碰到这个矩形的 有没有 上面那条线的什么呢 中间的点 不过特别注意哦 有可能一种状况是 你这个中点没出现 你就 哎,它有一个焦点 还是会有一个焦点出现 如果说你上面也没焦点 假设有可能 你这个也没有 假设你这个焦点没出现 就会碰不到点 哎,还没有点 没点 如果没有点的话你就不能乱点 没有那个点表示说呢 它没有办法侦测到最精确的点 那如果要最精确的点 一般上面这个地方 应该理论上会有焦点 不过有的时候焦点不见得是你要的 因为它可能焦点跟终点很接近 那你要的终点 如果你点错点到焦点 做出来图也是不正确 尺寸也是不正确 所以这一题 应该是要终点 所以如果你终点没点下去 请你要把物件锁点按右键 把终点点下去 它再往上会出现终点 终点的形状是什么呢 三角形 所以特别注意哦 以后一条线一定会有一个终点 它是三角形的 你不要看错 因为很多时候 以后我们在练习那个证照考试题目的时候 很多时候 错就是错在两个点太接近 然后你又没有把它放大来看 很容易就点错点 点错点之后 即使你做出来图很像 但是尺寸答案就是不正确 那一题也不算是通过 好 点下去之后的话 我们就完成这一题了 其他的话 请你再做一个标注 或者是再做一个 我们那个图形有直径70的标注 我们把画面还给各位试试看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